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金锦 那么刚下播我就看见了一个新的一个新闻 全新系统通知预备职责的一个改动 然后还有一些英雄的更新 然后我对他进行一些总结的归类 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还有对英雄改动的一些理解 做这期视频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这个新的版本的一个更新和系统 到底是怎么样的 OK版本更新预设职责的到来 先给大家说一下预测者到来这里的改动 以后进入游戏将会选择自己的职责 分为坦克辅助输出三个位置 然后三个位置只能选择对应的英雄 就是你选择这个位置定好了这个位置进去之后 你只能选择对应的英雄 三个职责将会有不同的一个位置排行 将会分开进行那个定位赛 每个定位赛有五场 可以拿三个位置近一点 但是奖励的近一点都下调 就是说你三个位置都可以打 都可以拿他们的近一点 三个位置中式的话都可以拿近一点 但是近一点数将会下调 中式的话只有650 大师450 300 200 150 25 总体来说你三个定位都打的话 会有1950近一点 看起来是变多了 我只要打 我不会打的位置 我打五场定级赛 我就能拿更多的近一点 这样其实是好了吗 其实这样子并不是很好 我讲一下为什么 比如说一个指纹辅助的一个玩家 他想拿输出跟坦克的近一点 他就必须去打这个五场的定级赛 他要不会玩 那这五场定级赛是不是相当于在坑自己的分数 然后相当于在坑自己的队友呢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并不是特别的合理 我觉得奖励近一点可能要会更高一点 才会合适一点 然后如果只能选择222的一个定位的话 B端就是阵容会不太灵活 就比如说有时候对面放狗太多 我们需要换出锤魅三幅的话 会无法进行更换 更多的情况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某个C位玩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手感不好 当时手感不好 想跟另外一个辅助更换一下一个英雄位置 然后这个值得出现 就导致这种情况 不允许 不能进行一个位置的一个更换 就将有可能会出现 四宝二废物的一个情况出现 有可能会出现 高分局可能还好 但是低分局的话 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的严重一点点 8月14号开始两周经济测试正式服务 然后9月1号正式登录 现在的话PTR是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这个 已经有了这个改动了 然后旧的模式可以在街机中继续游玩 称为经典快速模式 这里说一下快速模式 现在也改为这种职责模式了 然后快速模式匹配对手 跟队友的实力更加的平均了 出现了一个快速MMR系统 就是你快速也会隐藏分 排的对手跟队友也会不一样 500强将分为综合分数 就是每个榜上的分数的排行 综合在一起的一个分数 和另外三个位置的分数的500强 意思就是说 每个赛期会有2000个500强投降 就真正的全名500强都是500强 有2000个500强 然后这里的话 进入排行榜需要打25场的比赛 从原来50场下跳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想打 三位置500强的话 就要打75场的定级赛 75场的排位 才可以三个位置都能上500强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这个赛期的测试板是怎么样的 点进去之后 可以选择重装伤害支援三个位置 可以选两个 可以选三个 也可以只选一个 然后看到那个排位时间 重装是10分钟以内 伤出是10分钟以上 然后辅助的话是5分钟以内 如果你只想玩输出 那你就得排10分钟以上时间 在正式辅助的话 可能会更久 甚至20分钟 如果你只玩输出的话 所以我们高贵的输出玩家 可能就要 玩得更久一点 那我们进入游戏 看一下那个 里面是怎么样的吧 OK那么我们进去看到 确实是分成了 2223个的一个位置 延迟 哇这个 我的这个FPS低的可怕 看到没有 如果我是这里是选择辅助的话 我只能选择右边的辅助 不能再选择输出或者是坦克 也不能跟队友沟通 进行一下位置的变换 那我们就 先打完这个防守 看一下会不会有那个 中途的沟通改动的一个东西 OK那么这回合竞技打完了 我们发现是并没有一个选项 是可以跟队友的位置 轻易交换的 所以说 输出只能拿这一排 辅助只能拿这一排 然后 T只能拿这一排 对而且我们进入的时候 也看到了 就是每个位置需要排队的时间 如果你选C的话 预计是十分钟以上 选T的话预计是十分钟以内 选哪的话预计是五分钟以内 而且选哪的话将会有个箱子的奖励 不过天梯嘛 谁谁关这个箱子 都想玩C是不是 所以这个阵容真的是 改动的非常的不灵活 然后 如果登录正式服的话 可能排队的时间特别是输出 排队的时间可能会更久 在 就比如说这局 我自己这个牌子的情况 可以看出来 C位的作用其实并不是那么好 如果我拿C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但是就是因为 排位机制的出现 导致就是 不能进行那个位置的更换 不能进行位置的更换 然后呢 高分局可能会好一点 玩了不好的C 可能会因为就是 打多了之后就会掉了局 但是 低分怎么办 低分都想玩C 玩了不好的C会更多 那就只能全程就是 四宝一废物这样打 四宝两废物或者是 五宝一废物这种打 就会打得非常难受 所以这个系统 有弊端有好处 好处就是 它可以让 那个 多C的情况 开局6C的情况 变得更少 坏事就是阵容变更 变得非常不灵活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下那个英雄的更新改动 OK 那么刚刚看完了的新系统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英雄的更新 首先 所有大招消耗 提高 然后12就是大招来得更慢了 然后也相当于是变相增加了那个大招打团的一个来的一个速度 然后增加了更多的增加了一个个人操作的一个空间 而不是经常是靠大招去打团 减速效果 下有方和敌方加速效果不会单独计算 会单独计算而不是叠加 实际移动速度决定哪个效果更强 意思就是说现在加速效果都会单独计算不会叠加了 移动速度减速效果也是单独计算不会叠加 就是说哪个加速效果更强 就是只有哪个 减速度哪个更强 只有哪个 不会出现叠加减速 就会让你完全移动不了 加速效果就比如说DJ强硬加速 然后你球的滚 如果球的滚的速度比强硬加速速度要快的话 会无视这个强硬加速的效果 会只有这个滚的一个加速效果 球的滚的加速效果 艾什的子弹 装弹时间从0.3速到0.25秒 艾什的我们都知道它的换弹真空期时间特别长 相当于是减少它的真空期时间 让它的输出来的更加的迅速一点点 一个增强 布里吉他这里是相当于几乎是重做了 基本上是全部技能的一个更改 被动 治疗量从100增加至130 奶人的血量会更多了 对自己的治疗效果减半 减少了自己的自保能力 恢复包下有三层充能 就是相当于是可以存三个护甲包扔过去 治疗量从150改为120 降低了治疗效果 然后现在变成一个buff 两秒治疗效果不是立即中效 相当于就是说一秒回复60点生命值 如果对同一个目标扔出多个回复包 只会增加持余时间 而不会叠加那个效果 意思是说 瞬间扔出三个给他 他就会每秒回60选一共回6秒 1秒60回6秒 而不会出现就是 瞬间扔三个 就会 1秒180降回 就相当于 增加了他的一个治疗能力 然后但是并不会像以前一样 一个护甲包150 瞬间把一个人乱满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流星飞锤 速度 扔出去的速度更快了 回复速度 更短了 就是减少了他的一个僵值 减少了他僵值时间 盾值从500降低至200 200 500降到200什么概念 麦克雷三枪就可以点烂 这个 护盾 不像之前 你一个枪面对一个垂魅贴脸 你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麦克雷要点他多少枪才能把他盾点吧 这个垂魅在那里让闪盾你就得死 就是A一下盾一下A一下盾一下你就得死 盾机 眩晕时间减到0.75秒 大招消耗增加10% 再加上之前的综合增加12% 现在垂魅大招来的会更加的慢 总体来说 垂魅减少了自己的一个自保能力 增加了一个保队友能力 然后让队友保队友的能力 不会这么的赢吧 不会瞬间回125 不会瞬间回150 但是有三成的充能 保人会变得更加的好 然后也不会这么的迅速 嗯 然后再加上下版本改成22的一个版本了 所以说垂魅整体来说的话 相当是一个平衡吧 不会像之前那么阴霸了 对 整体来说改动非常不错 铁拳的近战攻击不会暂停装弹 就是你在近战攻击的时候装填弹药也在同时进行 一个小小的增强 半仗 蓝的箭矢从6发减少到5发 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大的削弱吧 只能算是小穴 因为蓝一剑70血不像之前 就是 一剑是 就没削弱之前的一剑 如果这样减的话确实挺伤的 但是现在70一剑的话 减少之5发 不会这么的 可怕削弱 因为 奥利莎的盾的时间 扔出去盾的时间 增加了一秒 破盾 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了 所以不算特别大的削弱 莫伊拉的飘可以被军事使用 卖给了闪光弹 垂灭的盾机 包括一些别的控制技能 包括钩子 钩子也是钩住你之后眩晕 可以用飘来解除掉了 增加了莫伊拉的一个机动性 超强的增加了一个机动性 被控都可以用飘 你现在小秒莫伊拉 只要他反应快点 根本不可能做到 莱恩哈特 新被动精灵不移 增加了一个被动 击堆效果降低30% 这个有利有弊吧 降低30%出现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你之前 莱恩哈特开大招的时候 被人家击飞了 你就会在空中 就是吃我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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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的情况会 会没那么严重 但是有一个缺点 就比如说 这一波打不过了 或者说对面球过来撞你们了 你队伍都被撞到特别后面 然后你因为这个被动效果 不会被撞到特别后 然后导致你会跟队友脱节 或者是 猪的大招推你的时候 你承受的伤害会更加的多 不会一下的飞这么远 黑影 黑客入侵右键 控制时间 刘瑞瑶算了至5秒 现在黑影的效果 在高分天梯还是效果比较好的 队友配合会相对默契一点点 然后 然后加上之前黑影的一个个人特性 非常难抓 右键黑的时间短 大招速度快 黑的时间又长 这个黑的时间改短 其实是一个平衡性的改动 不算是特别大的削弱 算是一个平衡 EMP大招释放时间增加了0.15秒 就是 喊 Avacandolas Lucis的时候 变得更加的长了一点点 变得更加长了一点点 然后 更方便于就是什么 垂妹瞬间把你给晕住 安娜把你给碎住 然后 麦克雷想要弹把你晕住 合唱秒开胜 打断你的一个大招 总体来说是一个平衡性的改动 不算削弱 黑影还是一样的那么强 黑影还是一样那么强 R3的传送面板改动 现在不会 不摧毁就会永久存在 二次按下技能 摧毁传送面板 相当于是一个 变成一个炮台一样的一个情况 用F 摧毁传送面板 摧毁之后才计算浓缺时间 CD变到15秒 距离从25米提高到30米 增加了一个战术以 可以更远的释放自己的一个传送门 更加安全 更远的释放传送门 然后 距离超过40米 传送面板会失效 相当于你把面板放在那个电梯上的时候 电梯把 就比如说 沃斯卡过程区 你放在电梯上 然后 就可以等 那个门进去之后 然后集体传送进去 就不会让这种情况 不会出现 传送间隔从1秒延长至1.5秒 就是 从一个门到另一个门的距离 从一个门到另一个门的时间 变成1.5秒 也不算削弱吧 就是增加了让敌人反应的一个时间 让敌人反应的一个时间 不会一瞬间就一下子全飞过去了 也不算太大削弱 毕竟你传送的时候是无敌的 裂空的炸弹从300提高了350 之前直播的时候说过裂空要增强 增强哪里 增强他的炸弹伤害 这次确实是增强了 不过暴雪真的是在打自己的脸 从400降到300 300提高到350 这不就是打自己的脸吗 之前觉得一个炸弹能炸死一个满血茅妹 不行被削弱 必须得削弱 然后削成了300 然后垂妹出来了 叠了个甲 现在核档都炸不死了 然后又不改动 现在才改动 然后现在改动的时候又把垂妹给削弱了 就很抽象 破坏球地雷定居 飞出弹道速度从10增加 到13 地雷分布更加分散 这要光光地雷定居 光光分散 哦意思就是说 那个 那个球从那个 那个地雷从球身体里面出来的时候 飞的速度会更快 然后会飞的更加分散 就是范围更广阔 然后激活时间从0.25秒缩短至0.1秒 意思就是说 之前不是飞出来落到地上 要扶起来 然后才能炸人吗 那段时间是0.25秒 现在缩短至0.1秒 就更快的可以秒人了 就在空中放雷 一坐落地 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可以瞬间造成那个地雷的伤害 地雷伤害会来得更加的快一点 嗯 那么整体的改动 差不多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觉得可以的小伙伴 可以点赞关注 然后并且三连支持一下视频 然后后续的一个 就是对版本的一个看法的话 会继续的更新 然后那么这次的 视频就到这里